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今天這條影片是我自己私心想拍的 因為有些產品我發現燒完大家之後 大鑊好評 很多觀眾朋友都會成為他們的長期用家 不停地回購 亦都是我自己的無限回購系列 所以我就想拍一系列的影片 如果大家將來有興趣再問這些產品 我直接發連連結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的詢問度實在太高了 我每一次都要打好一段影片 我都覺得有點懶 所以不如用拍片去解決 今天先跟大家說一下護膚品 如果你都想知道我用什麼無限回購的護膚品 用生命去推計大家真的非常好用的話 記得要繼續看下去 在我分享之前 記得按一下訂閱和我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第一件事我想我都是代言人來的了 就是這個日本開架品牌的去角質化妝水 這支Toner 真的每次提及都引起恐慌 然後就完全買不回來的 包裝都挺容易認的 是一個紅色的膠樽 我從很多年前香港沒得買 要在日本拖回來 到現在Donkey Cosme Store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EON 他們有化妝品那一層 都會找到它的中影 很多朋友因為去年缺貨 缺得很厲害 不停斷貨 通常出街看到它的中影 都會DM我 告訴我哪裏有得買的 現在其實情況好了很多 我都經常看到它 大家應該不用擔心的 我喜歡它的性價比很高 59元真的做到每一天去角質的功效 而且我用了這麼多年 它的功效始終如一 它沒有令皮膚習慣了它之後 沒有那麼有效 不會啦 我用了真的非常非常之久 我現在手上的化妝棉就是今早的 每一早上我還是抹到這些黃黃灰灰的東西出來 繞繞繞我用過很多不同去角質的化妝水 一支我都試過 但沒想過最便宜的這一支 反而是最有效 令到我的皮膚很平穩 還有鼻翼這些位的粉刺 是可以完全沒有了 以前你也知道塗得多粉底 可能這個位置會有些粉刺粒 但只要你勤力每一天都用這個 去抹 之後它們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而我自己用過這麼多不同的配搭 最好的化妝棉就是這一款 這款DONKI或EON都是有得買的 它有點像枕頭一樣 將棉花包在裡面 然後表面不算是非常滑 就是因為這種少許粗糙的感覺 它去角質就更加有感了 每一早上洗完臉後 我會這樣擦 擦完之後看到黃黃灰灰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自己的臉真的乾淨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試試這個筆身推 然後第二件事都是逢人推的 基本上被我消耗的人都回不了頭 會變成長期用家 就是一支開架的落妝油 它真的好用過很多很多專貴的品牌 不要認錯它不是BioLeg 它就是Soptimo的Speedy Cleansing Oil 它大約$48-49就買到 總之$50一定有找 如果在日本買補充妝 還要$28-9就買得到 它是可以拍矛盾大對決 因為從來我都沒見過眼線液或睫毛膏 它是下不了任何防水、防油、防什麼都好 所有的化妝品它都一定拿得到 而且是快、靚、正 你看到它裡面是非常之柔質的 不會說稠稠稠的 擠出來是一些很輕型的油 乾手乾臉這樣擦 你不會覺得有拉扯感 也不會覺得很厚、很焗 你會覺得整件事是很輕身的 然後不會醃眼 也不會令眼睛濃稠 大約是十多二十秒 整塊臉的妝容已經溶掉 你可以沖水 又不用乳化勁 沖完水就會很乾淨 如果你問我它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 可能乾肌用冬天會有點乾 我自己就覺得$49這一切可以原諒 我真的回購了差不多有十年八載 忘記說它們兩個都是無色無味的 暫時都沒聽過人對它們敏感 所以我想都可以安心用 在云云那麼多護膚品中 精華也算是一個不可取締的步驟 它除了可以給皮膚一些養分之外 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功效 雖然一年我都會試十支八支新的精華 但有一支真的長期都會在我化妝桌上 近年我會比較少提供它 但不是失寵 它只不過是成為了我生命的一個部分 今天來說它算是比較貴的產品 但它真的值得 就是這支後的鼻貼精華 它的單價比較貴 香港專櫃買要$1120 但如果在G市場減價 或者在韓國買的話 很多時有些套裝大約$1000 又大又小 再有很多相片就會划算很多 而且我自己一支是斷斷續續的用 用到一年 所以感覺上都沒有那麼心痛 我不是每一天都用的 每一次我覺得皮膚狀況不穩定 比較粗糙、暗沉 然後很粗糙、毛孔很大的時候 你連續用一個星期晚上去用 你就會覺得自己的皮膚 都修復了、回復彈性、光澤 然後平滑、穩定 所以它是我的救命符 它的質地是有一點點像蜜糖 但是很容易推開 雖然功效很強勁 但它一點都不會黏 大約5至10秒左右 就已經完全吸收了 摸下去是有一種滋潤感 但不會油膩的 很清爽 而且聞起來是這麼多年來 我都覺得很香 有一種雍容華貴 有一種宮廷的感覺 不會覺得是老土或是老一輩才用 所以我都很推介大家開門口 如果你都是成熟肌 以及一些光肌的話 真的非常非常推介這支精華 接著就到這個眼睛媽寶 首先就說了這個推了無數次 The Ordinary的去眼腫眼睛 真的像我一樣 早上是腫到三眼皮 四眼皮 如果不用它 是不可以變回正常的雙眼皮 所以它已經變成了我 差不多每一天必備的東西 如果前一晚是派夜睡 喝了酒 哭過 或者是觸眼 喝了太多水 第二天起床一拋東西的話 用完它就會感激我 但是你不可以每一天都用 即是你無事無礙就不要用它 它的質感是非常清爽的Gel狀 一點都不會潤 不會保濕的 它純粹是可以做到去眼腫 因為裡面是有咖啡因的 總之就是你哪一天眼腫 你哪一天用它就可以了 每一年年尾減到大約45元一支 我就會買兩支回家了 平時網上買就大約55元 如果專門點就好像70元左右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而另外一部就是這個眼霜 我很少跟大家推介眼霜 如果它們不出油脂粒 我已經覺得阿里陀佛 我也沒試過有任何的眼霜 幫我去到黑眼圈或者眼袋 大家看影片都知道 如果我有效你也不要相信 但是這個眼霜我用了半年多一點 它有一個神父奇妒令到我死心塌地 就是一條微小的眼紋 我上年有一段日子 不停地用眼唇卸妝液 應該是我太粗魯 不停拉扯 令到這個眼角位 有一條眼紋突然很深刻 好像一刀一樣 刻在這裡 所以我就在那個櫃桶 一直買了它都沒用 我就拿它出來 還要不要試一下 誰知道用了幾個月之後 眼紋真的慢慢地淡了 因為眼紋這件事 真的容易請難退 我現在也不是平坦 但眼紋已經好像光紋一樣 不會卡住任何遮瑕膏 也不是那麼顯眼 我已經覺得還得緊了 如果大家也有些新興的眼紋問題 即是它剛剛起了出來 你又覺得可以救回的話 其實它都是二百多元 即不是那些千多二千元的眼霜 都不敢買回來 又怕沒用又怕起油之立 我覺得二百多元 可以搏 但如果你的眼紋已經深刻了很久 我就不肯定它有沒有用 我就覺得應該沒什麼用 大家自己試一下吧 來到最後一件事 我分享過一兩次 但是我大推給身邊所有的朋友 亦都是他們變成了大愛 我第一次是收公關品 然後自己變成了一個長期客戶 就是Little Stardust的面膜 他們的paper mask 基本上是陪伴了我整個冬天 實在是太好用了 我打安全牌的 曾經收過這兩款的面膜 一直回購都是這兩款 一款是高度保濕 另一款是保濕再加滋潤感 他們的質地好得無話可說 所有的精華全部吸收在面膜上 然後你敷完之後 臉是可以真的吸到飽滿的感覺 還有你敷完之後兩三天 你都依然感受到面膜的威力 所以就算它是一個中高價 差不多六十元一塊的面膜 我都捨得一路一路買下去 今天就和大家推介了以上無限回購的護膚品 說了幾個小時 我聲音都要休息一下 如果曾經你都因為我而燒到 買了以上產品覺得很好用 記得留言告訴我 讓我有多信心推介產品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小欣耳 這輩子 comment的影片 下條影片 在影片冷靜黏 吃冷靜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